美国对这次台湾的大选 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关心 赖清德当选 24小时内 拜登就派了高级的特使团到台湾来 干嘛 给赖清德画红线 害怕赖清德乱搞 给台海之间造成了重大的变数 所以美国上至拜登 下次拜登的特使 跟AIT的代表罗森伯格 都一再的强调 美国不支持台独 但是问题是 美国说的跟做的有距离啊 美国也建议赖清德 要把台独党纲冻结或删除啊 你认为赖清德会做吗 赖清德不会做的 而且美国所谓的 不支持台独的台独指什么意思 美国不支持的台独叫法理台独 但是问题是 所有的两岸的中国人 所反对的台独 不止法理台独啊 你搞实质台独一样反对啊 美国虽不支持台独 但是美国却默许 独台的行为 美国却默许 实质台独的存在 所以蔡英文执政了八年 他搞的叫余晖台独 他搞的叫间接台独 他采取小步快走的方式 往台独的目标迈进 虽无台独之名 但有台独之实 美国是鼓励这个方式的 所以美国一直在帮台湾 增加台湾的军事实力啊 强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啊 要把台湾打造成 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武器弹药库 把台湾作为美国要维持霸权 处理中美关系之间的棋子 筹码马前竹啊 所以美国的不支持台独 说实话 只是一个掩耳盗铃的做法 所以美国不断的在武装台湾啊 美国在台湾搞的叫不对称作战啊 想用台湾来骚扰大陆 用台湾来耗损解放军的战力啊 好有助于美国霸权的维持 这就是美国的居心 所以对于AIT的说法 我们应该用比较保留的态度来看待